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 如常法师日前来到东京佛光山寺 出席佛学讲座 主讲观音菩萨图像和修持 向在场佛光人分享 以艺术连结推动人间佛教的多元理念 从佛教向东传播 说明日韩寺院设有观音殿 而在台湾观音形象更为多样 也象征各方旧度 更是半个亚洲的信仰 同时也说明 法华经能救巴难的内容 让在场佛光人聆听 也感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 真是不出家门 可以是天下式的感觉 西云大师的启愿文 让我们再次感觉到 观音信仰深厚的内涵 把观音的慈悲跟智慧 讲述得非常清楚 好像让我们回记忆货馆 接受了一个非常 深厉其正的一个言分 称明观世音 极得解脱 借如常法师和佛光人 探讨观音菩萨的多元形象 图像艺术更能传达起 实践佛教理念 也美丽大众让艺术连结信仰 找到自我修齿的力量 仍旧卫视日本东京 综合报道